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一期视频来调侃一下川普川建国同志 最近川普同志竟然开始做婚庆公司的生意了 大量的承接各类庆典司仪的业务 而且抖音上已经开始有一些小视频 显示川普参加了各类的庆典 向这个新郎新娘祝福 送上祝福 但是呢是有偿的 人家是收费的 所以我认为非常的有意思 川普同志真的是不甘寂寞 而且中国的粉丝包括我在内 也是希望川普能够东三再起的 王者归来的 那么3月29号的时候 川普他启动了一个自己的官网 就是美国第45任总统官网 icom45office.com 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网站呢可以选择定制的服务 包括红白喜事 婚丧 嫁娶 小孩出生 子女升学 士兵退役等等 可以邀请川普和他的老婆出席各类红白喜事 光荣退役 毕业典礼等等等等 线上祝福或者是问候 是收费的 所以我认为川普这个生意啊 刚刚好啊 现在美国疫情正在顶峰的时期 已经没有了50多万人啊 50多万人这个白市 川普他能赚大发了 所以川普这个人啊 真的是不甘寂寞啊 他自从被美国的白左 互联网平台封杀以后 抢导众人推 一息之间好像是消音了 但是呢 他现在又迫不及待了 站出来 就是准备啊 东三再起了 准备继续凝聚铁杆穿粉的实力啊 为自己的未来政治前途 从长计议啊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川普的啊 我还是希望川普能够出山 或者是川普主义能够啊 继续来分裂美国 继续牵制拜登 中国需要川普啊 啊 川普养活了多少人啊 不仅仅是这个媒体啊 CNN BBC 有川普的画面啊 就有收视率 美国自己都有统计 川普离开白宫以后 收视率是惨不忍睹啊 直接腰斩啊 而且我们这些自媒体没有了川普 说实话 这个观看量 还有粉丝也是啊 半死不活的 更不要说中国的那些公司了 中国有多少公司 依靠川普发了大财啊 中国有不少的川普相关的产品 比如说纪念币 马桶刷玩具 还有那个西天懂佛啊 懂得一切 懂得过去 现在未来的西天懂佛 所以川普离去啊 其实我认为真的是挺可惜的 我是希望川普能够回归的啊 川普啊 你必须啊 你可以去学一下中国的袁世凯啊 你折服个三年 三到四年 然后呢 东三再起 一旦东三再起 就是气势如虹的啊 就可以击垮民主党啊 让美国继续伟大 同时也让中国继续伟大 我觉得你都不应该去做这个婚庆公司 你只要录个小视频 就像中国抖音 还有今日头条上 那些明星演员啊 没钱了 要赚这个外快了 就给人家录一个小视频啊 录几句话 祝福你生日快乐 高考成功 你就这个 你就能赚大钱 而且中国有多少粉丝啊 啊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 川普的粉丝啊 一定会有中国人会买单的 中国那些富人一定是 争先肯后的跟川普啊 见面 一起用餐啊 川普你来中国发展 要不你去做相声 德云社 德云社真的是需要你 你真的有天赋啊 当然呢 刚刚那些话都是玩笑话 现在来说一些正经的事啊 为什么我个人是希望川普或者是川普主义在四年以后能够回归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清楚了 美国不管是哪个阵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搞垮中国 遏制中国 围堵中国 所以说啊 如果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在内部分裂美国搞垮美国的话 其实对中国是有利的 虽然说川普他就任四年对中国是简单粗暴蛮横啊 猫一战 还摔锅中国 但是呢 他从内部瓦解了美国 所以现在拜登上台以后 我们还是需要川普能够牵制干扰啊 用中国的一个专业的成语就是 撤走啊 干扰拜登的工作 让他的工作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川普的川建国同志 而且川建国同志其实现在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在共和党内部 在美国社会还是有很多人迷信川普 共和党不用说了已经是川普党了 基本上就是川普党了 而且美国还有很多的红脖子 很多极右翼 非常崇拜川普 就等他一声令下强势回归 川普现在啊 其实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影子总统 他现在最近这几天啊 很多时候都跳出来发生反对拜登 反对拜登的这个2.25万亿的这个就业计划 就是基础设施计划 其实当时拜登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是大兴基建 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 最有弹性 最具创新力的经济愿景 当时我推论以后 其实我有点后怕的 美国现在在抄袭中国 抄袭中国的绝招啊 搞基础设施可以提供就业 可以刺激消费 啊 每次 中国或者是世界发生经济危机 中国政府每次都是提出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每次都能安稳的度过危机 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害怕 如果美国真的能够真正的去实行基建计划的话 其实对中国是有弊的 有害的 美国真的有可能再次伟大 但是现在川普呢 他昨天跳出来反对这个计划 因为拜登搞基础设施的钱来源于增税 就是增那些美国的中产阶级富人的公司的税 就是让这些富人中产阶级割肉 那你不是反对我川普的计划吗 我川普四年就是给富人公司减税 来刺激美国的经济发展 结果你上台就把我的计划全盘的否认 全部推翻 我不是白做了吗 所以我是非常赞成川普 你一定要好好地反对这个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行的话 我觉得美国有可能像上一次这个经济危机一样 罗斯福新政就是靠这个基础设施重建 让美国平安地度过了这个经济危机 所以绝对不能让这个拜登的计划实行 一定要牵制这个计划 中国粉丝 希望川普同志一定要好好地牵制拜登 好不好 谢谢大家